各位演员各就各位 马上就要开机了 这次争取一次过哈 中午午饭给你们夹鸡腿 预备 Action 好很好 小灰灰继续前进 来到卧室隔壁了 一进门就看到红太郎 躺在血泼之中 这里发生什么了 妈妈妈妈 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怎么会 现在怎么办啊 家里好像闹鬼了 好可怕 突如其来的灾祸 是小灰灰乱了房村 接下来怎么办呢 对了 爸爸 找到爸爸 爸爸一定会救我的 不得不说啊 小灰灰其实还挺自立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 还能冷静分析 寻求解决之法 不愧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啊 哎 这楼梯上是不是有个泰迪熊 还把路堵住了 一瓶子过去 直接给浇没了 下面好黑啊 看来可以用木炭和干柴火 做一个活吧 原来之前拿到的那些道具 都是为了进这个地下室 做的准备啊 火光一闪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铁炸了 小灰灰被困在这里了 一路向下 这里的纸条告诉我们 收集更多的碎片 到一定树木后 那条通往光明的路 自然会显现出来 既然已经被困住了 那我们就去找找看吧 先进入左侧走廊 进入中间房间 这里是个谜题 简单说就是除了橙色部分 其余颜色的数字相加 最终得到答案21 这个数字就是旁边小盒子的密码 里面有一个碎片 刚拿出来碎片就消失了 转头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简单推推箱子 这个算是个提示吧 DRYM 但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来 先记着 这个门还锁着 进不去 转头来到右侧走廊 第一个房间里有个圣母 玛丽亚的雕像 这地方看起来就不一般啊 踩上去感觉空空的 但没什么反应 算了 先去最里边的房间看看吧 这里的抽屉被上了锁 密码 可能和那个DRYM有关 先不管它 这边的抽屉里 又有一篇灰太狼日记 迷糊草 枫羊菇 都齐全了 喜羊羊 哇哈哈哈哈 看到没 那个混里的喜羊羊 就是被灰太狼 为了这个东西才发疯的 这边又是个地下室 可惜也进不去 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啊这是 这个东西就是密码的另一个提示了 要和之前的DRYM结合起来看 有聪明的小伙伴 想到是怎样的联系了吗 这里羊毛先卖个关子 下期视频会在适当的时间 加入这个密码的关联思路 隔壁的架子上也有个提示 在它的左手边 应该说的就是刚刚那个裂缝无语了 看来得去看看中间的门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迷宫吗 这地方挺吓人啊 动不动就给你来这么一下 一路贴着墙走 尽头处有一把大铁锤 这样就可以去砸开裂缝了 可返回的时候 貌似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把路堵上了 雕像 这个不能砸 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刚刚用锤子 把这个雕像砸开了 那么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 这个雕像肯定会追上来 给我致命一击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不砸开 那我们怎么出去呢 根据地上的血迹 我们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碎片 再回去路口 就会发现这里能过去了 嗯 这边好像本来就没堵了吧 谁知道 忘了看了 手持大铁锤 熊啾啾 气昂昂 八十八十锤大枪 没两下地面就被破开了 里面是把小钥匙 去隔壁打开地下室铁门 里面只有一个碎片 这段属于纯手级 一点剧情也没有 行吧 其实通道下面还有个房间 为了推进剧情 我们下期再进去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君 关注我去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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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